看看新闻吧 近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 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称 至少有一半的心血管支架手术 都不靠谱 作为心血管医生 我敬你不做心脏支架 与此同时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 也在提案中表示 心脏支架存在巨额暴力 一只成本三千元的支架 卖到两万七 心脏支架近十倍的暴力 足以秒杀毒贩 董协良的话音未落 医院与医疗器械制造商们 纷纷开始自证清白 向各大媒体隆重表态 我们隆重声明 绝对没有收受医疗器械商 百分之二十的回扣啊 绝对没有收受 每只支架一千五百元的提成 医生和医院的话 是绝对可信的 听到医院与医疗器械制造商们的表态后 不少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 突发心脏病 就此葛屁着良 就在家属们悲痛欲绝之际 只见冰藏服务商们喜出望外呀 分塌而至 各位家属 亲情还顺便 在你们同事亲人的时候 只有我们陪伴在你们身边 我们的骨灰和价格公道 同所无奇 满一送二啊 瞧吧 拯救生命的成了送葬的 送葬的又成了催命的 中国需要的不是心脏支架 而是心灵支架呀